大家好 我是小貓 今天想要簡單的跟大家聊聊看看諾雅之星 裡面別具特色的六大要素 像是創造 武器設定 以及幻靈抽卡等等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帥姿的影片更新哦 好的 那麼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遊戲的一開始呢 其實它本身就有幾個角色樣子可以讓我們作為預弦的預設 能夠讓不太會捏臉的玩家有自動能夠套入的模組 在它能夠調整的部分啊 就像是身高啊 苗條度 更加細部的部分就可以調整臉型啊 眉毛啊 眼睛的形狀 耳朵 鼻子的位置等等 這些呢 全部都是可以客製化跟定制 你可以捏成你想要的模樣 定制一個專屬於你自己的樣貌 那麼接下來呢 就到來選擇武器的部分了 在諾亞之星的世界中啊 不是用職業來區分角色 而是用武器 那這個武器呢 是在一開始的時候有四種可以讓玩家們自由選擇 在實質上進入遊戲之後呢 其實也可以進行隨意的轉換 這四種武器其實也涵蓋了很大部分的範圍了 像是簡單的盾服啊 比較快速的雙刀 長距離的長槍 以及遠距離的弓箭 一開始啊 在外面的時候可能可以選一個看起來順眼的 進入遊戲之後呢 可以真正選一個適合自己的 畢竟呢 在遊戲裡面 點選技能點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呢 這邊小小的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技能頁 我記得在前一支影片我們比較沒有聊到 它裡面的這個技能啊 它都是可以重置或者是重新配點的 另外它的技能頁還有分很多頁 你可以進行選購 如果你今天玩弓箭啊 你可能玩一玩 欸覺得說好像 沒那麼喜歡了 那你想要重置重點 你就可以重置之後呢 把這些技能啊 點到其他的武器上面 算是相當的方便啊 比較需要煩惱的是 如果你前面已經練成了某一些武器 你已經把資源投注在上面了 那你就要花一點時間 重新把一些武器再農回來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第二個呢 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遊戲其實算是最重要的幻靈系統了 它幻靈系統呢 裡面有非常多的小姐姐跟小哥哥 每一天呢 都可以免費的幻靈一次 這裡面的保底啊 它比較像是60次 它一定會出一支傳說品質的 像是SSR系列的 那麼我們這邊呢 先抽10次給大家看一下 在一開始這個畫面就可以看得出 你大概抽到什麼樣子類型的卡片了 這裡看起來 我這一局應該算是抽的還不錯 好 那麼第一張 比較普通一點 其實它抽一抽都還算是不錯啦 有保底這樣子 算也是機率機率的 可能都至少會有 紫卡以上一張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一次有兩張 好的 藍卡 其實抽一抽我記得抽起來機率算是還蠻高的 四張耶 還有一張金卡 這張還不錯 欸 不過因為我前面已經有抽過了 所以它現在是有重複會變成碎片 那麼像是如果你有累積的召喚這些幻靈就有達20個的話 它可以獲得額外的小獎勵 那麼像是他們的配組方式啊 主要呢 如果手抽的話可以建議大家可以抽這 隊伍四的這四張 幫大家稍微統整一下 這四張呢 算是新手入門啊 如果你抽手抽可能就是這四張會比較優先好一點 那配組的方法呢 就會可能比較傾向是隊伍一隊伍二這種 某一種屬性 他們的同類型的屬性是放在同一個隊伍裡面來打加成傷害 那你說會不會假如說我今天沒有課金 我只手抽抽到了一張 那其他的配組會不會影響到非常多 其實基本上呢 如果你只要配同屬性的 只要有一張組C 其他的大概加減用就能夠順利推關了 之前那支影片啊 大家都說我畫面閃的太快 他們根本來不及看 今天這支影片就會停的稍微比較長一點 那麼我們接下來選擇自己喜歡的隊伍點選出戰之後 這裡呢 就會跳出附體真弓 不同的幻靈啊 他都會有不同的技能可以進行使用 變成是除了你的武器之外 你還有其他的技能可以進行交叉使用 那麼雖然我們剛剛有介紹比較統一類型的角色 但總會是抽到不同類型角色的問題 那你可能是 有些是火屬性啊 有些可能是雷屬性等等 你可能比較混雜一點 那麼這樣的話 你可能就會比較需要參考一下 不同類型的武器啊 然後不同屬性的相剋 考量到這些再去使用幻靈 因為畢竟你只有一隻能夠附體 另外三隻是當過隊友的 那以上這些呢 都僅供參考 主要還是非常推薦大家 在一開始首抽的時候就抽一張主C留起來用啊 那麼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看這個星球的大地圖探索一下 整體弄成一顆小星球真的是一個他一大特色 不過主要呢 我們還是來看看裡面細節的部分 從地圖的德爾菲蘭平原 就可以看到這有非常多的圖示 那麼這些圖示呢 之前這支影片一閃而過 這一次就稍微比較仔細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除了一般的有一些稀有怪物跟怪物營地這些 其實主要呢 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玩的工藝的部分 有可能抓馬啊 或者是獵鳥 然後釣魚點啊 採礦點等等 其次中最重要的就是像這個有黑方石 這個是類似秘境的挑戰 以及呢 地圖上都會有這種小小的寶箱 這些寶箱呢 它有四種不同樣的類型 那這個寶箱的位置啊 它也會在地圖上 可能轉個身就可以看到身後有一個 寶箱的圖案跟方形可以爬攀爬的點 那像是寶箱它可能會藏在有一些需要在上面飛上去的位置 或是它在一些比較 隱藏一點的小角落 它就可以直接點選 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都會給一些鑽石啊 或者是金幣等等的物資 透過蒐集這些物資啊 可以拿這些東西來召喚幻靈 算是一個白嫖不錯的方法 還有其他的我們剛剛提到的黑方石挑戰 裡面多半都是一些意志的小遊戲 甚至簡單能夠進行解謎 還有能夠拍拍照啊 解鎖成就等等 比較特別的是還有複合式的秘境 裡面就有包含黑方石啊 可能拍照等等 這些都可以足夠讓玩家們玩上好一陣子蒐集了 再來是呢 遊戲裡面還有涵蓋家園系統 在家園系統呢 大家可以裝飾自己的家 前面開跑箱啊 或者是去朋友家 超設計回來自己做家具 都可以做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最後呢 是剛剛有稍微講到的養馬的部分 這個養馬呢 可以在地圖上看到有野生馬的地點 那它遜馬的方式也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使用抓馬的工具啊 然後對應按下它的這個按鈕 你就能夠直接進行遜馬了 畢竟地圖這麼大啊 用腳走路實在不見實際 聽其他玩家們分享 在野外呢 最高可以抓到紫色品種的嘛 好的 最後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公會了 公會呢 這個是一款遊戲裡面最核心的要素 結交朋友跟其他人進行交流 一定都要從公會活動開始 那這個創建公會呢 角色等級要到達17層 並且在創建的時候 至少擁有一個團結之陣 總共呢 在24小時內要有10個人才能夠創建成功 否則就會創建失敗 如果不一定有這麼多朋友啊 也可以加入別人的公會 其實呢 加入別人的公會也是有很多好處的 很多是不需要自己煩惱 而且純粹加入呢 簡單的佼佼貢獻 都可以獲得平常該有的福利喔 也一樣呢 還是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們 好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無邊界星球探索MMORPG 諾雅之星正式開始公測啦 同時滿足你自由冒險與激戰的雙重體驗 無縫星球 大世界任你常遊 一切其餘等你發血 現在下載呢 就送傳說幻靈 傳說武器 120抽等等福利 速速點擊下方連結下載吧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真的嗎 暫時壓進了 超級晴朵AG transparentBroto 拍次賽 説問題